- 放鬆了 - 哈哈哈哈 - 大家很重要的消息 - 日本2023年5月8日開始 - 放鬆了 - 但是 - 放鬆了 - 是 - 到底改變了什麼 - 去日本的時候 - 要不要證明 - 還是大家在國造 - 這個部分 - 我來告訴大家 - 大家 - 大家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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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今天想要介紹的內容就是 - 五月八號開始 - 日本放鬆了 - 等一下 - 日本本來就是 - 這麼瘦瘦的對不對 - 但是放鬆了之後 - 日本本來就是 - 胖一點 - 胖一點 -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- 當初沒有聽到 - 等一下 - 今天的內容我覺得 - 現在很重要 - 所以想要告訴大家 - 就是這個肺炎的事情 - 日本是五月八號開始 - 決定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- 這個是很多人去日本 - 都去日本的台灣人 - 或者是外國人 - 非常有關係的 - 這個部分我來告訴大家 - 第一個 - 五月八號之後 - 會改變什麼 - 五月八號開始 - 日本的獲勝勞動省 - 五月八號期 - 將把COVID-19這個肺炎 - 這個肺炎 - 降低冷氣到五類 - 噢 - 變成五類 - 我懂了 - 這樣的人不用看這個影片 - 但是五類是什麼東西 - 五類 - 所以變成什麼 - 變五類的話 - 改變什麼東西 - 五月八號開始 - 變成五類 - 這個意思就是 - 等同季節性流感 - 一樣 - 之前就有那個流感 - 一樣 - 一樣 - 就是這個意思 - 例如說日本的話 - 例如說檢查的費用 - 即將變成自費 - 其實對大家有關係的地方就是 - 營信證明 - 或者是疫苗的證明 - 要不要 -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- 即使4月29號0點開始 - 營信證明 - 疫苗的接種證明 - 就已經不需要提供了 - 所以那個機場 - 那個管理的設施是什麼呢 - 全部都取消了 - 拜託了 - 不用跑那麼久 - 也不用攜帶那個觀察 - 不用 - 那個現行的資料都沒有沒有 - 不用 - 48小時的那個營信證明 - 那個是很貴 - 不用 - 但是我知道的很貴 - 因為我那個時間我去了兩次 - 真的很貴 - 但是都不用了 - 但是都不用了 - 但是這個時候 - 大家還有一個問題對不對 - 去日本玩的時候 - 要不要洗戴口罩 - 其實之前的話 - 例如說呢 - 戶外的話 - 不管機器 - 戶外的話 - 原則上不用戴口罩 - 然後如果是室內的話 - 開保持住的 - 而且是不用講話的情況之外的話 - 要戴口罩 - 之前是這樣子 - 但是2023年的3月13號開始的話 - 這個已經是變遷 - 尊重 - 可憐選擇 - 是否要戴口罩 - 要不要 - 這個這樣快 - 這個事情已經變成是 - 自行決定 - 你決定就好 - 但是以下的狀況是 - 要注意 - 例如說 - 要去醫療機構 - 養老醫院 - 或者是 - 很多才滿人的那個時段的 - 那個宗教動工具的時候 - 這樣的時候是 - 或者是 - 或者是為了保護自己 - 老年齡 - 孕婦 - 或者是 - 自己有慢性的疾病 - 例如說肝炎 - 或者是癌症 - 或者是心血管 - 疾病的患者的話 - 還是 - 還是 - 應該的話 - 原則上是 - 尊重自己的犯罪 - 所以不會強迫待 - 也不會強迫要拿下來 - 也不會強迫要拿下來 - 但是 - 例如說某一些機構 - 某一些場合去的時候 - 有可能是 - 業者自己犯罪 - 這個時候是 - 有可能是 - 被要求 - 差別進去的話 - 要戴口罩 - 或者是那個業者 - 要求員工 - 要戴口罩 - 這樣的場合是 - 會有的 - 意思就是 - 那個機構的人 - 或者是那些店家的人 - 自己決定 - 看著吧 - 而且 - 例如說 - 新爺度假村 - 的話 - 五月八號開始 - 員工不用戴 - 政府說什麼 - 那就這樣的話 - 我們集團的人 - 員工都不用戴 - 或者是高導屋 - 高導屋的判斷是 - 暫時繼續讓員工戴口罩 - 或者是送屋因素 - 是否要戴口罩 - 員工自行決定 - 所以是這樣子 - 看那個店家 - 看那個集團 - 自行決定 - 那麼 - 有一個問題來了 - 哇好啊 - 那就大家都不用戴了 - 那我也不用戴 - 會不會繼續戴口罩 - 一般的日本人 - 會繼續戴口罩嗎 - 會繼續戴口罩嗎 - 我最近是四月中旬的時候 - 有去了日本 - 然後那個時候 - 我看的情況來講的話 - 其實有人戴 - 也有人是沒戴 - 但是繼續戴的人 - 還是相當多 - 個人的感覺的話 - 很多年輕人是沒有戴的人 - 也有很多 - 例如說大學生 - 所有的年齡的人 - 都是沒有戴的人 - 也是還是很多 - 但是看到的觀光卡的話 - 也有戴的人比較多 - 然後有一個問題 - 問日本人 - 會不會繼續戴口罩 - 然後四十八的人 - 減少之前 - 還是會戴口罩 - 然後二十八的人 - 會繼續戴 - 二十四八的人 - 疫情結識之前 - 會繼續戴 - 然後一有七八的人 - 回答 - 開花區有效的藥物之前 - 會戴下去 - 有這樣的東西 - 即使改變了這個檢查 - 但是疫情還是有繼續的 - 不是突然完全沒有啦 - 不是這樣 - 所以還是會戴的人很多 - 然後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就是 - 這個日本的民主性 - 即使是相當多的人是 - 還是繼續戴 - 很多人說是 - 日本人是 - 真守規則 - 這樣想的人很多對不對 - 但是即使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- 即使規則改變 - 但是旁邊的人還是戴的話 - 我也會戴下去 -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民主性 - 看旁邊的人 - 有戴 - 還就是戴 - 這樣的人很多人 - 不是照規定 - 是照旁邊的人 - 不想喝力積穷 - 但是總而言之 - 五月八號開始放寬了 - 然後如果是大家想去日本的時候 - 不需要帶銀信證明 - 或者是疫苗的證明 - 48小時那些不用 - 而且是現在已經是 - 免線證明 - 所以叫方便的 - 快去日本了 - 嘿!就是這樣大家 - 清楚了嗎? - 但是這些規定 - 有可能是還是會變了變去 - 所以去日本之前 - 確定一下還是比較好 - 那假如是 - 喜歡這樣的話 - 請大家多多訂閱 - 開設YouTube - 請按讚和分享 - Facebook、Facebook - 也有Instagram - 我有在台灣出租 - 也有最近 - 也有最近 - 在日本也有出租 - 新租了 - 看到了嗎?在日本 - 現在我有 - 巧亮的我自己建議去 - 想要在台灣賣 - 那這個部分請看一下 - 說明 - 那就這樣大家 - 下一個影片見囉 - 拜拜 - 再見 - 那至於我呢 - 要不要太過關 - 會 - 拜拜 - 但是外面 - 外面不會 - 外面空氣好的地方 - 很遠的地方 - 我不會 - 這樣就這樣 - 拜拜 - 快點 - 按吧 - 發燒 - 按咱 - citrus - tac - 切